台中勤美洲际酒店周三开幕 洲际集团表示要积极扩张台湾市场 近年来国际豪舍酒店陆续都将在台湾不同地区落脚 专家分析将对台湾观光带来注意 钥匙丢出象征饭店永不关门 全球第二大跨国酒店企业IHG洲际酒店 携手勤美集团 23号台中勤美洲际酒店正式开幕 成为中台湾第一家国际五星级酒店 洲际酒店集团在日本有33家酒店 在韩国则拥有9家 如今开幕在台湾的第4家 我们有很大的一个计划 能够积极扩张台湾市场 我们希望在台湾能够更快的翻倍 我们在台湾的酒店量 我们对台湾市场充满信心 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他们旅客去的需求 所以如果说他能在全世界各地来布局的话 那么对于服务他的会员 是有相当大的帮助的 对品牌形象也都会有帮助 台湾成为国际旅客有兴趣的旅游热点 线上旅游公司去年底提到 台湾台北在旅游搜寻涨幅 年增高达2786% 荣登城市榜首 发媒称这是爆炸性增加 国际饭店看上台湾潜力 2024 2025两年 从台北再开幕的大安一普索 凯越上选酒店开始 接下来11月 日本的大仓日航酒店管理集团 也要开幕高雄日航酒店 紧接着凯越集团旗下的博越酒店 安达市酒店预期在台北天空打登场 四季酒店也宣布要来台在台北落脚 今年知名的加佩乐酒店 也将在台北开幕 而周济则打算在花莲 新开旗下品牌英迪格酒店 专家分析国际饭店来台 对台湾观光产生注意 不过在台湾本土上市柜的旅馆 面临营收衰退之际 国际饭店来台家具竞争 外界持续观察对台旅宿业的影响 新腾野特电视 秋天喜高建轮子新闽 台湾台中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